今日经济日报推介大家买信语光学的2382 简选的原因是 摩根斯丹利引述信语的管理层说 预料明年智能手机镜头升级将会开始 同时受惠于强劲客户需求 以及对VR设备需求增加 该行相信VRAR相关业务 对未来2-3年会有快速增长 在光学零件部分方面 信语将VR等新兴领域产品归入其他镜头类别 根据信语内部人士说 这部份绝大部份是属于VR产品 今年上半年这类产品的毛利率 由2.5%提升到38.9% 今年头10个月计算 其他镜头的出货量大约是9374万件 按年增长102% 反映VR产品需求持续旺盛 信语昨日升7% 收布234.4 有货的朋友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就是看260元 如果没有货的可以在220元以下收集 跌穿205元就要减迟了